大家好,又是香港故事的時間,我是雪兒,香港大紀元副總編 香港經歷了很多,每個香港人都有她的故事 我直接選的,臨選真的要報名的時候 我直接在梳化上兩天是動不了的 是害怕的 她老實說,我個人是真的連我小時候 從小到大就只有一次決定 可以說,那個壓力真的太大了 於是我最後都要問家人,究竟好不可以這樣做 正直當時,剛剛慢慢去幻想了第三期的癌性 就說不如我也有下台街,可以照顧你 現在笑了,因為她已經完全康復了 神奇地完全康復了 但是她那時候真的鼓勵我 她說一定要堅持下去 一定要不可以為了 不可以辜負了信任你的人 羅議員你好,歡迎你到香港故事 當然了,講故事時間 你可否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我本身是在荃灣出生,荃灣長大 荃灣讀書 然後大學畢業之後去商界 辛苦了十多年之後 就有自己的事業,開了自己公司 都相信中環價值的 我小時候做過一個民主黨區議員的助理 但是她說不如不有業之後一起選吧 我不喜歡,我想去中環上班 在反修禮事封波之後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post 偽然出來去參選 挑戰當時的商料議員,田北辰 也很幸運被選民推薦了我 選舉了我出來 現在當選了是荃灣如景區的區議員 反送中運動令到你覺醒 但其實你未有意見 在這個運動之前 其實你是這樣問的 你是在哪一邊的呢 我會覺得自己 因為我自己是從事了公關很多年 我自己會是一個比較獨立的私下分析 亦都會在,特別在越倫道鄉上 有一個自己已經很熟悉的事情 所以你說我會是一個專業持平的態度 但某一些事情 其實是去到某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是很需要站身而出去 為了一些公義 因為太離譜的時候 其實是不得了 那是有沒有一件事或者一個情況 令到你覺得那個點過了之後 你一定要做 其實721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事件 我好坦白說 可以說我可以成人最好的朋友 因為他的太太是警司 其實我整年都沒有再跟他說話 這個721這個傷痛 特別剛剛現在警方居然這樣對待兩個立法會議 我自己作為一個議員的時候 只好警方只會更加令到社會的傷痛更嚴重 都不會再很難再相信警察 甚至會很生氣警察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他打破了香港 我認識了香港 因為我都是土生土長 我自己有另一個好朋友 其實他都是我中學姓灣際的師弟 他叫梁成恩 其實我也可以分享 不知道你記得他嗎 其實是20年前 在世維角被人槍殺了的一個警察 其實我現在都很掛念他 但是當時的警察是這麼年輕 他20多歲就補了生命 但是我覺得警方現在這樣去 在社會是令人不信任 是真的令到我們 我對社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失望 對他們的失望 那你決定了參選之後 其實有沒有人意見到什麼 很大壓力 其實五部曲都出來了 第一就是有網絡欺凌 不斷地抹嚇你 有些五毛 三毛 不斷地說你 起底 還有跟蹤 恐嚇 那些有心的人會帶來 你不如不要選 什麼都有的 其實已經出來了 那遇到這麼多的干預的時候 你怎麼做呢 你有沒有爭大恐嚇 我直接 臨選真的要報名的時候 我直接在梳化上兩天是動不了的 是怕的 他很老實講 我這個人是 真的連 我小時候 真的從小到大 只有一次缺點 可以說 但是那個壓力真的太大了 於是我最後都要問家人 究竟可不可以這樣做 正直當時 剛剛慢慢幻想了第三期的癌性 就說不如我也有下台街 可以照顧你 現在他笑了 因為他已經完全康復了 神奇地完全康復了 但是他那時真的鼓勵我 他說一定要堅持下去 一定要不可以 為了 不可以 不可以 辜負了信任你的人 你對於當日立法會選舉整個情況 香港市民那麼勇約去投票 還有最終那個選舉議會你怎樣看 區議會是嗎 其實我在選舉之前 其實我們一班 我們一齊出來選的人的時候 最初是沒有想過贏的 想過要帶來香港的希望 不可以說居然所謂的建制派 不用投票就可以贏到 後來但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不只應該參與 我們應該是給社會有一個希望 就是 我在市民市面上 其實在選舉之前 已經是一個很生氣建制派 或者很生氣建制派代表政府 我會覺得在贏了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多市民真的會支持 還有真的會給了一個希望給他 我在選舉 選舉完之後那一天 其實都是應該是我選舉 就是在醫生人裏 都算是最難忘的時刻 就是我們 我沒有睡覺了 因為第二天我想立即是謝 就是多謝市民 我們在我選區最主要的出口出業 你知道余景區很有趣 有一條很長的天橋 那些人是烏離合睡 然後走出來 每天都是這樣走十分鐘出來 那見到我的時候 差不多有十幾個市民 是哭著這樣 牽著我的手 多謝我 我說不是的 其實不是我多謝我 是我多謝你 然後他跟我說 我真的要救 就是當時救理大的一堂學生 我會覺得原來 就是我最初沒有想過 原來我掩附了區議員的身份的時候 是給人帶來這麼大的責任 還有有這麼大的希望被人打 現在做了區議員一段時間 你覺得 我們先說政府對於區議會 因為今次可以說民主派大勝 政府對區議會有沒有很多的流難 當然有 簡單舉 就是比較重要 或者影響到你的工作 第一就是懲罰性的 就是減了區議會的撥款 其實幾個百分之而已 就是很不必要 你看現在搞的全民檢測 還有這麼多億 不知道為何要將區議會的部分 這麼少的錢都還要去跟人家更加 很明顯就是懲罰性的一個執責 不要這樣 但當然這件事其實真的很反智 因為其實那些錢全部都給市民 是啊 而且真的很少的錢 對於政府來說 第二 疫情開始的時候 原來發現你的秘書是大權於你的 原來你想開會的時候 他不讓你開會的 不開門的 我們會在區議會的門口才能開門 我們會在區議會的門口才能開門 其實這件事是很難以置信 我們所謂民意代表 每個人都被簽票 起碼 但居然是有這樣的待遇 不要說那些其他很肢節的事情 只是這兩個我覺得 就是你作為一個區議員 其實他們不是很重視的那些人 其實都是不重視的市民 那過程裡面有沒有阻礙到你服務的市民 我自己會提 其實議會工作是分三 分兩大重點 第一大重點就是議會 其實在議會裡面 相對來說 如果他當你諮詢機構 不是當你諮詢機構 就是沒什麼意思 其實都是區立部的 是吧 回去嘻嘻嘻 然後那些官員照稿 然後我每次都罵 其實我每一次區議會都罵 因為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每一個會其實 我們都沒有貴的時間 在我從來做過商業社會 真的完全沒有可能發生 你整個會計算 完全沒有productivity 也都沒有告訴我 究竟怎麼解決的問題 是從來沒有想過 他會解釋給他聽 這個會這個不關我的事的 那個是不關我的事的 這個不關我的事的 這樣 但是誰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們只是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不扔 這個事情 我想為什麼現在 政府這麼不堪 從今世未開始到這麼高 其實他只是解釋 而從來沒有去為 沒有solution 簡單來說 這是第一個議會的 而議會應該是 provide一些解決方法 去給政府 或者是令他在一個有民意的授權之下 令他可以更加醞釀到政策 從而令到大家都可以得益 但是做不到 在地區工作上 相對來說是比較甜蜜的 我自己 當然也會有一些所謂的藍絲 或者是有一些會有人罵我 其實是少的 還有我發現到 我最初的時候會很介意 即區內一些藍絲 會有人對著你指著你罵 最初的時候 在競選的時候特別出現得多 會有一些藍絲市民 特別在競選的時候會出現得多 無端端會在街頭罵你 我會不會實在說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任何人罵我 即是老師也好 同事也好 那我就想 為什麼 有一次甚至說 在選舉之前指著我罵我 我是燒大學 我真的當時整個人立刻很生氣 我自己是十條結晶的平靈人 我自己也都是大學的 consultant 即全部都是在育英才 即是四十幾年 我真的也沒有做過壞事的人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看呢 即我內心很艾異 我做了什麼會令人這麼討厭我呢 就是很少的 原來後來我發現 有一次我選舉那個日 我發現那個罵我那個人 原來是幫對家插旗 原來他利益受選 明白了 我就明白了 所以我不會太介意 特別我現在做的 譬如我昨天在全景體育館 我去做文卷調查 我會用比較專業一點的角度 我不會有一些 sentimental的詞語在文卷上面 持平一點 令到那件事更加有公盡力 結論是九成人都不想 在下面做一個檢測站 那這件事 即是你政府當然 你也是你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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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然後我見到大公報 整份東西都已經好了 又沒有跟我 沒有特別點名指著我是誰 然後有位立法會員 完全都沒有看過我的檢測 就已經說 有沒有提到solution 說我們是為反對而反對 但我是真的看 有數據有數字 反而你是完全沒有說 就是為贊成而贊成 而你是當區的 即是你要 如果我們市民不是反應民意 其實我們在做什麼呢 在這裏 那你有沒有一些難忘經歷 窩心的經歷 或是你compare兩個工作 現在 不知道 我都適應做區議員的工作 最不適應的是什麼 好悶 所以很悶 我以前很避免開會一定人 就是商業 幾多有名的 不是很開會的 Rick 有些什麼直接講完 是看到progress 又whatsapp已經很好 但是現在開的會沒有結論的 十幾年 他說了我們會審神度士什麼什麼 沒有的 然後消失了在空氣裏面 這件事是開了做什麼開這些會 不知道 真是不明白 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也不明白為什麼政府繼續容許自己是這樣 做一場戲也在 但是做戲也好一點 不知道做什麼 我最不習慣 服務街坊的方面呢 服務街坊也是甜蜜 剛才說一些不甜蜜的人 很開心的 譬如我們很簡單做一個 拍照 拍證件照 他很開心的 幾個WhatsApp 我真的很在等著 有一次我們去搞旅行 我搞不成了 我去街站 有個叔叔 我不認識他 他說我想報名 我在等著跟你去旅行 那個關係是 因為我自己的家不是一個很大的家 我們有不太親戚 突然之間好像很多家人一樣 是真的這件事 我團隊也是 我的競選經理 都是這個街坊來的 黃黑蓮老師 就是前教協的老師 好像突然多了那一項 就不要爸爸 起碼叔叔 一個很疼你的叔叔 這個東西是 我似這個不及的 這個輪舍關係是好 在裏面當然我會做了很多排難解分的事 以前那些staff 因為我們做公關公司 你知到有很多女生 有很多她不妥我 不妥你 名親喊鬥 很早我已經叫做高層 後來自己公司幾十人 都有很多遇到很多人 但我們現在遇到那些 譬如街坊之間的關係 怎樣去處理 都迎刃而解 都不是真的那麽 都幫到手 以往學習的地方都 OK 我講到疫情 其實現在香港人很關注 因為九二一號政府就要推出社區檢測計劃 其實從我的經驗看到 是否全民檢測是一個好事 可能不一定幫到那個情況 還有香港人最關注的是 自己的DNA會不會被送中 政府會不會有一些音樂論 你怎樣看 我不熟悉這一範 老實講 不過我只可以說 現在社會是不信 你怎樣說都不信 這件事我反而真是 真是 有個政府 你已經是一個 那麽不信任的時候 你其實應該建立一些信任 還有好好解釋你的政策是爲什麽 OK 好 另外就是說 其實現在立法院選舉 已經延遲了一年 其實大家都有期望 我見你也有參選 你做完區議會之後 一邊做區議員之後 你為何還會打算去參選立法會 你覺得這個他們叫議會戰線 都是議會起序嗎 我覺得第一就是 我發現原來 第一我會覺得 第一我相信 怎麼說呢 我相信議會戰線的 就是 還有我發現 我們所謂民主派的 或者是 我們非建制派的陣營 是很少有人重商的 很多商業的朋友的時候 找立法會議員 找不到的 原來 對 所以我很想 之前有想過 究竟參選職選好 還是功能組票 我就覺得 原來做這個 我很想團結到大家 所以我特別是想選區一 其實我當時有選過 有兩個 我發現 我都在做飲食界 我們這個團隊都找到 一千票的提名票 但是相對來講 我可以利用到我自己的商界背景 去幫到整個民主派陣營的人 我是很想他這樣做到 那你怎麼看 政府DK了 10月的參選人 跟著又推議前兩年 就是你覺得這個推薦 其實是前件不合法的 你怎麼看 我第一 不合法就不是我去講 這個法庭 看看有沒有法庭 不合法庭 其實是 但是 我們 現在都是努力去爭取自己的事 我要繼續努力去做 譬如你有沒有看過昨天 我的報告 原來我昨天是0630至200 努力做事 這一刻 就是沒得講 那你怕不怕國安法 國安法 我看國安法有兩個層次 第一對香港 和國際對中國 在香港來講 就是國安法的 而且令到社會 是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恐懼 那這個恐懼呢 是會導致幾樣東西 第一在我們言論前 新聞自由 那上面是會令到很多製造 特別我們做公軍 還有我接觸很多創作人 藝人 是突然之間會 他自己都很害怕 甚至企業 企業上面 在法律上面 以前服務的客人 都會 外資 都會馬上很害怕 這個國安法怎麼影響到他們 在這個營商環境上面 真的有影響 的意思是說 他怕你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 遇到什麼時候 所以變得更加保守 而變得保守的時候 就會壓殺了很多空間 營商的空間 創作的空間 這件事相對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壓迫給他們 在國際層面上面 在現在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博弈底下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 西方國家是利用了 這一條的宇宙國安法 是會令到 打壓到 對中國都是有害的 其實是 香港已經很明顯 在國際社會裏面 沒有了很多 有理香港營商環境 經濟環境的一些條例 所以 其實 真的很得不償失 我覺得 或者叫做 這個 影響實在 對香港是太大了 要很好 走 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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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